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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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根据片酬目前已经高达8000万 欧阳娜娜虽说演技且负面新闻一堆 但根据网上爆料 目前娜娜妹妹片酬也有千万左右 陈妍希目前片酬不明 节目组拿着3000万的总制作费 居然还敢贴出这些鲜肉的照片 就算只给特效剪辑发五毛钱 也不够支付演员酬劳啊 明显的挂羊头卖狗肉溜粉无下线 最后又有与时俱进的消息称 疑似全数找新人演出 操作者一高人胆大 操扯不嫌事儿大 刮游也不是上游的灯 各家粉丝开启任领主人暴走模式 保护许卫中 我周周正在为新专辑拍MV 期待一下王嘉尔的solo专辑吧 不要演这个 这些人不是来搞笑的吗 王俊开已经被遛过N部电视剧了 我累久远有档期 各位粉丝莫惊花 抛开剧组付不起片酬这茬 流行花园重拍早已轮为月经帖 今年2月就有流行花园的电视剧拍摄公告流出 故事情节不变 剧名更改为流行花园 拍摄时间2017年5月到11月 眼瞅着5月过完了 流行花园无了下文 这时又出现了流行花园柴志平 联合昔日身材DICE 以流行花园为题打感情牌 DICE发文称 身材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柴志平转发 属于你们的青春流行花园要翻拍了 紧接着拉闪郭景明博眼球 微博公开让郭景明推荐身材人选 令人尴尬的是 郭景明并没有搭理柴志平 5月趁颜程序生日 炒作永远的道明寺 事态也凉 一个月后柴志平接受采访时表示 客串都不让严程序客串 这话说的 当初球种像条狗 如今露丸闲人仇 扎心了老铁 炒完严程序 柴志平主动搬出天朝四子 称 有网友推荐吴亦凡演道明寺 陆海演花则类 黄子涛演西门 正义青年美作 如果预算够 他们也愿意 那就来呀 截指能喝喝 三千万 三个亿都不一定够吧 你也就想想吧 柴志平为博眼球 海鸡贼的拉思聪下水 称描绘富二代 谁会参考王思聪 将还是老的辣 柴老师总能紧跟舆论风向标 炒热度 所以不少网友猜测 选角强一事怎么炒起来的 也许柴老师门清 不过再也没实锤 也不能污蔑人老人家 话说说预算足够 比起天朝四子 皆有F4更正确打开方式啊 哇 OPS来了 啊 慢动作 A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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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俱乐圈 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热巴虽火但也不要太黑哦 今日网友晒出热巴专访截图 热巴说自己非常喜欢刁维亚 一次不够 还要来个一二三四次 还没有到网友夸她身体 本儿棒又惊艳 这原因您听好了 因为有五到十个武术兄弟拉维亚 想过山车非常好玩 那你 热巴你是脑人 发热了吗 可想而知马声铺天盖地 有粉丝澄清说 该截图是被人调换顺序 事实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感受一下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特别喜欢钓威亚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 我每次都会说 钓一次不够 我还要再钓第二次第三次 因为威亚是由人去拉的 就是有无数兄弟们去拿着这个威亚 差不多有九到十个人的这个样子 不 五到十个人这种样子 去拉这个威亚线 我们才能飞起来 然后我就好喜欢 我就每次都说 好像过山车啊 我还要再坐 还要再坐 然后人家都装作很累的样子 每次 可能不是装作 可能是真的很累 每次拖我的时候 他们就 那我超喜欢 超喜欢钓威亚 咦 好像确实被人动了手脚 但仍有网友不买账 可能装的是什么意思 有解猜测 可能热巴确实只是情商感人吧 谁也不会这么宣传自己 果然有人扒出 热巴曾经实称了证据 称 热巴曾因看到导演和工作人员辛苦 自己被误拍了四天吊打的戏 也没好意思吭声 最后还是被妈妈发泄 还有拍戏几天不洗澡 又怕妈妈发泄 八月在吐露翻光 脚走路 双脚脱皮 要开始剥掉等等等等 卧底妈 这人是跨度才想过山车好吗 听完这场距离力争的骂战 又解当然选择原谅你 谁被吊打四天脑子不冲血呀 教主秀妻 baby晒娃 这后天的一家子也是现晒花油 最近baby再次升级 一次撒凉晒娃一锅端 昨天傍晚 Angela baby在微博故事底 发了一个短视频 视频中的美妈 她拿着一双超萌黄色小拖鞋 一看就是买给儿子小海绵的 原本网友还在切血丝语 另一双粉粉的绒毛是母子拖 之二视频里 baby的大长腿后 缓缓走来一双黑拖 那你难道这细腿小脚的是 教主本人 网友分析 至少这是直男爱标配 西分短裤 应该是个男生才对 这狗粮撒的妙啊 不过也别无平衡 不如再生个粉妹胖马星 炒成好吧 bguys的人气 看起来像水君 惹搜小公主正双最近摊上事儿了 先是被质疑面摊 后有数据统计 指出她主演的偶像剧 某集戏份仅有36秒 虽说妹子演艺事业饱受争议 但其微博事业却一帆风水 日渐壮大 日前正双微博话题已突破500亿 是首位突破阅读量500亿的女性 开挂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创纪录后 郑爽粉丝的士气大振 留言表示 让我们继续努力吧 老眼少女郑爽也亲自点赞 事宜已悦 诶 等等 爽妹你曾许下大龄粉丝 离开微博的视野还做数吗 你若忘记 瓜友可都帮你记着吗 年年夏日 最舒服的事情 莫过于在空调房里葛优谈 然而各位有所不知 发明这个动作的正主 却是竟也出了名 昨天久违露面的葛大爷为自己的新片展台 已经上岁数的葛大爷在拍摄自己的这部新戏时 可是没少吃苦 有记者追问此事时 我们的葛大爷却说 没觉得辛苦 开戏的时候接个剧本了吧 你看啊 说一会儿啊 要上山 还有要水里泡上 然后呢 你一看 那我 我这次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 然后呢 要呢 差不多 上了上了 资方就给了 给了 给了呢 就不辛苦 除了自己 歌大爷坦言 整个演艺行业都不辛苦 就喜欢葛大爷这种爱说实话的 其实演员们不是不辛苦 不过他们付出的辛苦与丰厚的回报相比 实在是小屋见大屋 所以你们的玻璃心要改一改了 不可以不货 找富豪怎么了 他自己就是小富婆了 自己阿萨西恋情曝光 连续两晚被派于富二代家中过夜 随后该男子身份被扒 百亿麻将馆太子爷石横聪做家族生意 个人资产超过一亿港元 虽说在经历隐婚劈腿 四十四角恋 和陈卫婷恋情场随后 网友集体表示 我连阿萨不是一直和我的阿娇在一起吗 不过昨天阿萨居然大方回应 多谢大家关心 现在好开心 以此做事恋情 总之要解说 作为圈中小富婆 男方身价过一亿 女方身价好几亿了好吗 喷子可以闭嘴 毕竟我猜感情之路一直不顺 希望她幸福 外界请给她多一点私人空间 俗话说 多夺得过初一夺过十五 本月初 背板成员TOP 先是被曝于女猎记生 韩瑞希三度吸食大麻 紧接着她又因过量 服用含有安眠成分的震惊剂 而昏迷入院 经过三天的治疗 但TOP恢复一时后 她便转往其他医院接受精神治疗 据医生介绍 转院后的TOP 至少接受两个星期的治疗 所以不少粉丝猜测 TOP出席29号吸食大麻案 第一次聆讯机会不大 但昨天有媒体报道 韩国舍尔中央地检透露 TOP昨日已呈上出席同意书 聆讯将于北京时间29号 早上10点半举行 在这儿幽杰想说 用伤害自己的方式逃避罪责 可以不明智 不如相信法律 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就算会受到惩罚 起码心里的担子可以放下来 火星情报局第二季结束之后 大家这个留言 基本上80%都是第三季 什么时候来呀 第三季赶紧来呀 好第三季这就来 在本周六第三季第一期 将如约回归我们优酷 和所有的粉丝见面 那各位这个擅长飙车的老司机呢 这次也是悉数回归 而今天的你呢 你先说我们要请到的是 在所有高阶段工当中 最擅长freestyle的刘维 来听一听他的东北味的freestyle 我是个主持人 白麦呀 干啥玩呀 我是个演员 oh my god 我是个歌手 流浪子 你是个傻样的人啊 我是综艺小王子 尴尬犯了 好久太久太久太久 你先见到我说 哎那不是那个综艺 看到那个刘维吗 你先说哎那不是超音 你是看到刘维吗 生活谁说一定要一二三四五 混搭才是年轻人最好的方式 我叫做那个最混搭 最帅气最多才对你才华和你的牛尾 皮肤根据干燥 干燥皮肤怎么办才好 打小用脚趾头也想不到 我会唱广告歌程 那个时候我们的广告植入太多了 然后想用一种新颖的方式来表达 后来他们就把所有的广告词都发给我了 当时有九个植入 越写越好 越写越好 开辟了一片新的土壤啊 主持啊唱歌啊跳舞啊演员啊 只要能干的事我都干了 生活里面就是要勇敢的释放自己 因为当你真正的释放自己才开心 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东北话像说爱情啊 流浪跟你是一个上响的人啊 二人转呢小品啊 第一个声音 感觉自己萌萌的 心里开出了花 快乐就爸爸 感觉自己萌萌的 是一个友谊和音乐的混搭 是因为蒋莉姐的一句话 她有一天开着车 看那个后视镜 然后她就说 感觉自己萌萌的 然后她就给我打电话 说弟弟 你能给姐姐写一首 感觉自己萌萌的吗 你在给好朋友写歌的时候 因为你们了解彼此 然后你写出来的东西 才会让别人喜欢 才会表演得更加的走心 大家给了我很多标签 很多人会把这个 不是你就是歌手 然后你就是演员 我很喜欢现在的 这种多重的身份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 这种多重身份的混搭 才会让我的生活更好玩 更酷 更fashion 没事 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我觉得今天的头条 实在是太有共鸣了 因为经常能在娱乐新闻上 看到什么哪个演员 调威啊 很辛苦受伤了 当然受伤这时候有点严重了 什么谁谁谁 这个热的晕倒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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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艺人 怎么说去标榜自己 很敬业的一个很正面的宣传吧 但的确就像葛大爷说到的一样 这行里的辛苦 你实在不必拿出来放大说 对不对 因为你挣的那份钱 也跟我们所有其他普通的 这个工薪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 可以在留言区当中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怎么感觉这个话题 应该等到我烈了烈的时候 来来来 请搁整个 葱哥涛嫂超超 这是用户822说 我看全娱乐好久了 从高中开始就像他一样 总感觉下面是个广告 第一次评论 跟在一起五年的男朋友分手 对不起 我没看到你后面 原来是一件如此心里空空的 最终没能像志明和春娇那样 修成正果 其实我真的好想为他勇敢一次 如果你想为他勇敢一次的话 那就不妨大胆的去争取啊 那最后他想点的是 别问我是谁是送给他 而且他在这里说 如果选上了 我就去追回他 我们选中了你 也希望能够给你勇气 去争取自己的幸福 不要让自己人生留遗憾 继续 蓝胖只说 谢谢马超同学分享的赠言 马上要大四了 可是还没有找到暑期实习 觉得很差劲 大家都看中社团经历和实习经历 偏偏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好 我怕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想点一首Super Junior的Weekend 送给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啊 别人也许在这儿很擅长 那你在这边很擅长啊 对不对 不要拿自己的短板去拼别人的长板嘛 这样自己活得会开心一些 也会越来越自信 继续重重飞说 葱哥嫂嫂 超超小悠 你们好 从优酷全娱乐到全娱乐 早八点一直都在关注 想点一首 我每次听到都想哭的歌 周杰伦一路向北 不知道能不能够被点中 三首候选曲目 你喜欢哪一首呢 赶紧来投票吧 那今天我们在片尾处 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 小幸运 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幸运的 把自己所有的梦想实现 我是王松明天 早晨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不见不散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 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理所当然的忘记 是谁风里雨里 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心曾经靠得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冰子雨 一步步都是你 一尘不然的真心 与你相遇好幸运 可我已失去 为你泪了蔓延的权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 你张开了双翼 遇见你的距离 它会有多幸运 这世界很苦